俗话说好战必危 一个国家如果成立于战争就会被战争拖垮 但是在中东有这样一个小国 几乎连年打仗 但是却越打越富裕 反倒还真的发达国家 你说奇怪不奇怪 这个彪悍的国家就是视角下方的 黄色区域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位于西亚地中海的东岸 北林尼巴嫩 东尼叙利亚和约旦 西兰林埃及 1948年5月建国 人口大约800多万 实际管辖面积为2.57万平方公里 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相比 熟时是个典型的小国 主要城市有海阀 特拉维夫等 而耶路撒冷则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争议的城市 也是巴以冲突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耶路撒冷目前被以色列完全控制 以色列GDP为3697亿美元 人均GDP为4.16万美元 以色列从建国那天起 几乎连连打仗 大战小战 冲突不断 先后爆发了好几次中东战争 每次都是被阿拉伯兄弟团群殴 虽然每次以色列最终都能打赢 但是自己的伤亡和损耗也是不小 而且不打仗的日子里 也每天活得战战兢兢 时刻准备着打仗 这样的艰难处境 换作其他国家 那么大概率就是找被拖垮了 然而以色列却是个奇迹 其打仗是越打越富裕 越打越强大 例如在建国初期 以色列国民的人均GDP不足几千美元 但是70多年后的今天 以色列人均GDP高达4万多美元 是中东地区最富裕的国家 从一个发展中国家 打成了现在中东唯一的发达国家 这究竟是为何呢 其实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 源源不断的战争援助 以色列打仗会有援助 众所周知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扶持的盟友 所以美国自然是毫不吝啬地 给予大量的援助 每年都会给予很多钱财 让其生存 尤其是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 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美国的援助就会更多 为了让他们能够支撑得住 明里按理 各种物质援助源源不断 所以其他国家打仗是花钱 以色列打仗却还能赚钱 另外美国不管给钱 还给先进武器 第二个原因是德国的赔偿金 德国因为曾经对犹太人犯下过错误 如今一直在对以色列给予补偿 而首先就是金钱上的补偿 上后德国给了高达300多亿美元的赔偿 而且是分期付款 所以以色列一直都在收钱 而且因为愧疚和歉意 德国对他们的补偿 不仅是限于金钱 还有科技 文化等其他方面 要知道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 以色列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好处 那自然是越来越发达 越来越富裕 第三个原因就是武器 以色列不但得到了西方金钱方面的支持 而且还得到了很多军事技术的直接转让 所以以色列的军事工业很发达 很多武器从美国买不到 但是在以色列却能买到 所以只要这个世界不太平 他们靠销售武器就有远远不断的收入 而且这还是个暴力行业 所以以色列是越来越有钱 任意强大 相反 其他阿拉伯国家打战是纯消耗 什么都得不到 还要花费这么多 所以在战争的脱离之下 只能是越来越衰弱 以色列为何越来越富裕 大家觉得还有其他原因吗 欢迎评论留言 谢谢大家